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回到了尔湾大公园的Candice Park 过来看一套19年建的连排condo 里面是三个卧室 两个半卫生间 现在要价是125万 因为是连排的condo 所以没有这个土地面积的信息 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来看吧 我们今天换了一台机器拍 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大的相机镜头被我摔坏了 现在在等这个零件过来修 这套是非常经典的大公园的户型 一进来是楼梯 上二楼的楼梯 这个是就算一楼的家庭厅吧 他们叫Great Room 因为很大 大厅 这边是我们的客厅 然后中间是餐厅 非常大的一个中导 厨房面积还可以 家电什么的都非常的普通 我们看一下这小院子吧 水泥地的院子 通到后面 不是很大啊 我们看一下一楼还有什么 厨房边上 哦 这里是一个储藏室 楼梯下方的储藏室 然后这是一楼的半个卫生间 我们说的两个半卫生间 这个就是那半个 然后这个门出来呢 这是我们的车库 车库非常的大 然后人家还装了净水器 大家看墙上那个蓝色的东西 就是一个过滤器 一楼面积还行 一楼没有客房 那我们一楼差不多就这样 非常小的一个小房子 我们现在上二楼 看二楼 我们楼梯一上来 面对着我们的是二楼的家庭厅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卧室 左手呢 是我们的主卧 我们最后看 右手过来 第一个房间 是我们的洗衣房 洗衣房的门非常的低 OK 洗衣房对面 就是我们楼上的第一个次卧了 也是我们看的第一个房间 它这个灯 颜色有点奇怪 有点像天窗的样子 但是这个房间的面积 稍微有一点点的小 今天天气也不好 非常暗 这个灯的颜色也不是很理想 好 那我们这个房间看完 里面正对着我们的 在这个楼梯的尽头 是一个储藏的小柜子 还有小台子 右手呢 是二楼共享的卫生间 里面还有个淋浴 最里面 就是我们第二个次卧了 这个次卧的面积 感觉比刚才那个稍微大一点 外面可以看到家后面 这里有自己的 不如是衣帽间 还不小呢 这房间挺好的 我们楼上的两个次卧看完 最后我们转身来看主卧 主卧里面挺大的 进门右手是一个非常大的 不如是衣帽间 而且还很高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小阳台 门口是条马路 角落里就是我们的卫生间了 比较大的淋浴间 没有浴缸 双水池 小马桶 那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一共是三个卧室都在楼上 两个半卫生间 室内面积是1958尺 并不是我们在大公园里 看过最大的房子 好像也不是最小 OK 因为是连排的condo 所以呢 它没有占地面积的信息 像我们一开始说的 这是2019年建的 现在要价是125万 然后呢 2021年的房产税是17739 物业费每个月215块 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对这套房源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 随时联系我 还有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考虑点个赞 或者关注一下 如果有任何建议的话 可以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里提出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